最近扫黑题材的电视剧《扫黑风暴》火热开播 剧中演员的表现堪称是神仙打架 几十位老戏骨云集将此剧不仅拉高了一个档次 阎王孙宏雷更是没有让粉丝们失望 那气势仿佛让人梦回刘华强 但这部剧中最大的赢家或许会是张艺兴 剧中张艺兴饰演的是无所畏惧 脾气暴躁的热血刑警林浩 与现实中的小绵羊相差甚远 在电视剧中扮演如此硬汉外放的形象 他还是第一次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与大哥型演员孙宏雷对戏 甚至语气强硬毫不胆怯 从张艺兴的眼神表情再到台词 每一部都有条有理引人入胜 网友们纷纷震接 这还是当初被抢箱子的小绵羊吗 说起来张艺兴能够接到如此火爆的影视作品 还得是感谢他的几位好哥哥 众所周知 自从张艺兴参加了极限挑战之后 他的呆萌一下子 让全国观众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他 很多人被他圈粉 但在极限挑战中最重要的 是认识了黄渤、孙宏雷这两位大哥和师傅黄磊 虽然他们三位的娱乐新闻并不多 但是这三位却是实实在在的影视圈大咖 在他们三位的保驾护航中 张艺兴开始转战演艺圈 可惜前几部作品都没能够为他打开人气 直到在孙宏雷的力剑下出演好先生才让他展露头角 后面陆续出演了老九门等剧 也让他慢慢证明了自己 而且在另外一位好大哥黄渤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中 更是直接圆了张艺兴反派角色的梦 而师傅黄磊也带着他参加了眼下最火的综艺 向往的生活 可谓是人生路上一路顺风啊 如今加上反黑风暴的开播 直接开启了一波霸屏模式 从热度第四冲到了热度第一 完全就是黑马中的黑马 电视剧开播首日 播放量就突破一个亿 随着开播时间的增加 当日播放量一直在上涨不说 累积到现在的播放量也已经超过了3.29亿 这跟你是我的荣耀一样 流量不容小觑 剧中的张艺兴霸气外露 去外的小绵羊却快速道歉 这反转可把网友乐开了花 也目前的张艺兴总是呆萌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 但硬汉刑警的张艺兴抱负后 大家就彻底颠覆了对他小绵羊的认知 而且张艺兴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演出来的效果却超过了一些老演员 本来只是引流作用 但是没想到张艺兴的演技却受到了一众好评 能在30岁转型成功 挤身演技派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作为归国四子中的议员 他没有黄子涛显赫的家世 和陆寒当初的流量 只是凭借坚持才得到现在的荣耀 几乎每次发专辑都会大火一把 甚至影响到国外的音乐市场 再加上过硬的舞蹈公司 在韩国出道之初 张艺兴就是韩国EXO团队的竹林舞 舞蹈功力可见一斑 在前一阵的《我就是街舞3》中 张艺兴的舞蹈更是得到了圈内舞蹈大牛的称赞 甚至有资深专业人士称他为中国普鲁斯之王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骄傲过 甚至比别人更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已经成为张艺兴的代名词 黄磊就曾经说道 我们在艺兴这个年龄的时候 和他差得太远了 远远没有他这么用功 我现在这个年龄都会劝他多休息 他说男人嘛得有担当 得把答应的事情一件件做完 凭借着他的努力 张艺兴还被央视点名表扬 再说现在的他还很年轻 以后上升的空间还很大 就像中国那句古话说的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是金子总会闪闪发光的 希望这样优秀的小绵羊张艺兴 以后的路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张艺兴的新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